理論上第一個跳出來應該黃國昌 因為他當時就是不支持小綠 那為什麼現在支持小藍呢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過程當中 其實裡面隱隱約約的一件事情是 民眾黨被中國共產黨摸頭了嗎 這是我很大的疑問 我超級大的疑問 你做這個決定到底是要當小藍 還是你被中共共產黨摸頭 當然因為現在黃國昌可能因為他 可能沒有公信念 因為過去他說不當小綠就毀了時代力量 現在不當小藍也會毀了民眾黨嗎 這也是讓人很好奇嘛 只是說當初這8票全部投給國民黨 是黃國昌的決定嗎 還是是柯文哲的決定呢 一山九你怎麼看 這背後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思維呢 對 從昨天林國城 你陳雪生為大哥的時候 就正式宣布了民眾黨成為小藍了 那個傅昆琦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然後那個黃國昌宣布了我們這8票 全部投給國民黨的時候 傅昆琦還在旁邊拍手 我要請副總召拍手不要拍那麼快 因為黃國昌的四大改革方案 其中有一條叫做假釋要嚴格審查 假釋犯要把門檻提高 傅昆琦你好像也是假釋犯耶 所以這整個就是你放棄了改革 改位置比改革重要 你現在把8席全部都給了國民黨 表示你這個變成小藍的時候 你未來這些改革方案 你還要不要繼續推 你要不要給傅昆琦面子 你要不要其他的東西你要的時候 所以我們那個所謂假釋犯提高門檻就不用了 所以這個黃國昌昨天的這些動作 這已經代表了民眾黨正式宣布成為了小藍 但是我們發現昨天一個最喜歡蹭 所謂立法院聲量的柯文仔突然不見了 因為整齣戲就會搞出來嘛 明顯最清楚嘛 明顯的服務處電話接不完嘛 基層反彈說不要讓任何一席召委給民眾黨嘛 那你民眾黨未來在立法院 你在委員會裡面沒有任何一席召委 你怎麼辦 你的提案怎麼辦 你的委員會的 你的立法院委員到底未來要不要提案 提案要不要國民黨支持 要不要排到委員會去審 都需要所謂的國民黨的召委支持嘛 所以他必須把這8票全部都投給國民黨 來跟國民黨討這個人情嘛 未來我們民眾黨的提案 才能透過國民黨的召委 來做排案的動作嘛 討人情做後續就是 國民黨可能要配合民眾黨的需求 對 但是你 可是會不會打錯算盤 對 就是你就打錯算盤 柯文哲不敢假 為什麼不敢假 因為一開始 如果你一開始你在立法院院長跟副院長選舉的時候 你就直接支持黃珊珊等於放水韓國瑜 國民黨本來就欠你人情啦 你就不用再去討這個人情啦 國民黨欠你人情 你就可以甚至那時候副官級都說可以給一席到兩席的召委給你啊 那你為什麼現在讓基層 國民黨基層暴怒 基層憤怒的原因是你出賣了韓國瑜嘛 你電話門事件你一物二賣 你一個院長同時跟民進黨討要 你同時跟所謂的國民黨討要嘛 大家才知道說你原本原來沒有支持韓國瑜 所以才導致今天現在這個結果嘛 原本你可以所謂維持你政黨的主體性喔 投給黃珊珊等於維持政黨主體性 甚至要到所謂的立法院的招委喔 你現在整個被你柯文哲 所謂的民眾黨的這個策略所打翻了嘛 那這樣是代表以後 民眾黨跟國民黨會綁在一起嗎 對 現在就是說國民黨 因為接著我們要談很多的爭議法案 那你民眾黨是不是跟著都要跟著國民黨 柯文哲不敢假的情況下 就是你的招委全部投給國民黨 你等於現在已經跟變成小藍的時候 你對來變成是你變成是 國民黨當然要支持你的法案 但是國民黨會不會討說 你也來支持國民黨的法案 所以就變成是說 你一定變成是小藍的一部分 你的主體性全部喪失嘛 所以你的法案人家是52席 你是8席 人家你換一個法案 你可能要支持國民黨四個法案喔 所以這整個的狀況底下 你變成是一個小藍 是無庸置疑的一件事情 而且你這次讓所有的小草看破手腳 柯文哲為什麼不敢開記者會 柯文哲為什麼叫陳佩琪 把離婚的事情都拿出來談 目的在轉移焦點嘛 因為小草已經在網路上說 我們的黨主席 我們的政黨為什麼這麼做嘛 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 我們未來的主體性是什麼嘛 所以難怪陳佩琪 現在要丟出離婚證書 要跟柯文哲離婚 現在民眾黨還有什麼所謂的主體性嘛 8票都投下去了嘛 所以接下來很多的爭議法案 看起來民眾黨是不是也得 投襲下去也要跟著國民黨 包括我們看到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率團訪中啊 昨天就跟國台辦主任 宋濤會面 台灣大選落幕後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國台辦主任宋濤 首度見面選在上海國王二會的 和平飯店談的當然是當前的兩岸關係 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 與中國國民黨相向而行 這一次我們在台灣的選舉 雖然未盡如人意 可是我們也很明顯的看出來 台灣的民意 基本上是站在我們這一邊 我們也覺得非常遺憾 也許透過國台辦 向家屬也表達我們撫慰的意思 我們會敦促 會監督民進黨 一定要能夠妥善的 處理這件事情 好 我們看到 宋濤批評民進黨政府 草菅人命冷漠無情 然後在座的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是跟著硬賀嗎 他說會監督政府 妥善處理 國民黨監督民進黨 妹妹姐 現在是什麼 國民黨變成了 共產黨的硬生蟲嗎 變成是共產黨的下屬 要來監督台灣嗎 中國共產黨有事 中國國民黨就有事 馬上跑去硬賀背書 然後給他讚香 從裴洛西反台的時候 軍機繞台夏立妍去了 去年二月份的時候 間諜衛星 美國輿情大化 夏立妍又去了 郭台銘想參選的時候 你記得夏立妍又去了 宋濤一起來修理郭台銘 後來郭台銘就黯然退選了 那這一切到今天又來了 好 中國的這個三無船舶 來這個進入我們的禁止海域 明明有問題的是 中國的船舶 你夏立妍為什麼在他們 這個立場講話 你知道在中國是這樣 中國也打擊三無船舶 中國自己的規定什麼 面對三無船舶 他們是這樣 發水炮 前後兩船夾擊 更狠耶 結果今天國台辦閃避三無船舶的問題 還有包括他們到底是不是漁民的問題 還有進入我們的禁止水域的問題 結果夏立妍沒有幫台灣講任何一句話 默認了 而且還說要監督政府 還有我兩個禮拜前 我在這邊說什麼 看起來他認定是我方的錯誤就對了 對 他講那種話嘛 對嘛 因為人家罵草菅人命嘛 他說什麼 我們嚴格監督民進黨政府 還說他們是主流民意嘛 對不對 那很明顯就站在共產黨那邊啊 不只是這樣 欸我兩個禮拜前在這邊 我說什麼 我說共產黨 因為他這個是借利實利 玩太大了玩出人命 乾脆就這樣 抹去不承認禁止水域 限制水域 而且我說一定到時候 他跟你說回到九二共識來談判 有沒有講了 對 昨天宋濤是不是講了 夏立言講什麼 我們遵循九二共識 我們這樣子反對台獨 這樣來談判 對不對 好 是不是完全唱和這一整套的劇本 所以我必須要講 共產黨這一回是這樣 我認為他在測試台灣內部的底線 看看未來 比如說未來不只是蔡政府 未來的賴政府 你們會有怎麼回應 帶來看看台灣內部 有沒有里應外合的力量 對 收集民情 如果有里應外合的力量 他跟你散下棘手 第三他要看美國 所以他要看美國到底會不會 比如說有強硬的態度出來 然後台灣這邊能不能團結 否則的話各位你要知道 台灣關係法裡面 美國協防的地方 沒有包括外島 他這次在金馬這個水域這邊對不對 他就是要得寸禁止 得寸禁止蠶食策略 那一步一步蠶食的結果 我們看到是最讓我們難過的是 因為中國國民黨就這樣附和了中國共產黨 這會更加增加中國共產黨的底氣 以後他會不斷的聲勢 不斷的製造勢端 然後不斷的藉由國民黨的力量 乃至於民眾黨的力量 然後到時候來推推你走向九二共識 然後把它造成一個既定的事實 否認你的主權 問題是我們最大的在野黨 他也應和他所以共產黨就會增加那種信心 他會繼續不斷的操作灰色地帶 對台灣有更大的影響 現在是不是有禮應外合的那種味道呢 夏立妍跑去中國去跟宋濤去應和 在內部我們的立法委員 包括高金素媒已經排好了下週的議程了 要邀請還有會還有陸委會 就金門撞船案進行專案報告 奇怪到底是誰撞誰 還要自己翻船都還不知道 馬上就取了這個名字叫金門撞船案 這個阿苗怎麼樣看 這個顯然是有禮應外合的狀況嗎 從這個高金素媒這樣的排案 還包括緊接我們要談到 還有中配取得我們的身份證年限縮短 這是不是一整套的一個措施呢 剛才看到宋濤跟夏立妍講話的影片 我覺得這個很深刻的感受到啦 所以用他們中國人說的話 就是胳膊向外彎啦